今個星期的主要新聞有 RX6600未解禁礦工先試 Elderley Notebook都有PCIe Jam 5 i912900K未出已經可以買? 原定下星期會解禁的RX6600 實際上最多人想知道未來賣家會有多少錢 不過連Media測試結果都未公佈得之際 網上就已經有礦工率先測試它的挖礦效能 預設設定就會錄得27mh per second 而經Fine Tune後就可以去到30mh per second 而它跟6600XT一樣 可以用很低的功耗就做到這個算力 30mhs也只是用50W 換句話每W算力就跟6600XT一樣為0.6 但價錢就肯定會比6600XT更便宜 所以大家都不要期望RX6600會很便宜買到 炒得起不單止顯示卡 就連CPU都一樣炒得起 講的不是11代或者Ryzen 5000系列 而是還未推出的12代Elderley 最近Twitter就有消息指 中國有人出售Elderley的ES CPU 型號為Core i912900KES II 價錢大約$4500人民幣 不過內文也有提及M.2會跟顯示卡搶頻寬的問題 不知原因是否跟早期ES版本有關 雖然有人賣CPU 但未見有Z690主機版買到 所以就算你買回來也是沒用 再借在$4500人民幣買得沒有保養的CPU 是一件頗高風險的投資 Desktop甚麼都炒得貴了 不如買一部套預算吧 Intel下代Elderley最近傳得那麼狠 就連Mobile平台最近也有新消息 根據Romac的資料 Mobile平台Elderley會分M和P兩個系列 P會定位主流 功耗有12至45 CPU可提供最多14核心 和SE Graphics iGPU 最多96組EU 而它的焦點就是跟Desktop一樣 支援PCIe Gen 5的規格 至於M就會是定位低功耗 功耗只有7至15W CPU可提供最多10核心 和SE Graphics iGPU最多96組EU 不過它就最多支援PCIe Gen 4的規格 而M和P系列都會同時支持 Fundable 4和WiFi 6E等的配置 今個星期的精算新聞就是這麼多 如無意外 今個星期三就會有新片出 關於SSD 而星期五晚10時 就會和大家直播試一下 Battlefield 2042 Beta 有興趣記得進來看 最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下新片提示的鐘掣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